我觉得这个胡先生已经涉嫌诈骗了 因为他虽然给这几个女的说是说借款 有几个人还打了借条 但实际上从他这个本身的经济能力来看 他欠了很多钱 已经是私信被执行人 他已经是没有能力来还这些钱了 但是他还是假装自己是有能力还钱 然后去问人家借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以非法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就不准备还了 有这个目的性比较明确的 那我个人认为他也可以作为一个诈骗罪来进行立案的 但是这个就是小李林女士华那几个其实去报警了 但是报警的话拍出所那边是没有立案 您觉得这个依据是在哪里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涉及到诈骗 拍出所呢可能认为你们这个之间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 利用这个关系来进行借钱 而且呢一个那个姓胡的还给他出了借条 那说这是一个依据 第二个更关键的时候 这个姓胡的你呢还联系得上 还没有跑 如果姓胡的就跑掉了 那么说就干脆就不想还了嘛 那警察立案的依据就会非常明确 那现在就是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他属于可上可下 就是这个左右之间 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诈骗 但实际上呢又具备了一些诈骗的一些特征 那您觉得这个诈骗的话 如果说给他判定为诈骗 是拍出所还是说到时候 总而是起诉到法院 然后让法院来判这个事情 法院不管诈骗的 诈骗的话就是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最后移送到检察院 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 到法院只能作为民事诉讼的 如果说大家都去法院了 那么公安机关就不用受理了 因为你们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民事纠纷 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嘛 那像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普先生在道德层面上 是不是也要说到一定的诈骗 道德层面上更不用说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用土一点的话 就是个渣男啊 就利用自己长得稍微好看一点 然后利用这些女性 要那个可能年纪不是特别小 他们要找对象 要成家这种迫切的心理 然后跟他们说谈恋爱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问他们借钱 你现在看他视频里的材料 他连所谓的现金 几箱现金 他老是拍同样的个照片 骗了这个女孩子 又骗另外一个女孩子 就拿几个现金的照片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男的反正 在道德层面受到谴责 是毫无疑问的 那其实刚才片子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他已经列成失信人员的话 那他可能还在开车 然后还在外面 就是去跟其他的女生聊 那像这种行为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就没有办法约束他了吗 那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就是 因为他骗的越多 他这个性质就越恶劣 那我建议 除了一个李女士还是别的女士 去报案一位 把所有受过他骗的人 一起去派出所去报案 如果派出所不立案 那么我建议还可以到检查机关 要求检查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要求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子立案 否则的话就没法处理这种人了 因为除了公安机关 利用刑事手段才能制约他 否则民事手段根本没用 因为你看十几个案子都挂在那里了 实行黑名单也上去了 他照样逍遥自在的很 对不对 您刚才提到的去那个检查机关 那个检查机关去 这个能不能稍微延展一下 给我们讲一下 因为检查院是法律监督机关 如果说公安 有些案子 你们认为他该立 但是他没有立 那么我们可以申请检查院 对公安机关这个立案不立案 这种行为进行法律上的一个监督 如果检查院认为应该要立案呢 他会发一个函给公安机关 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 那这是一条路子 那这是一条路子 督促公安机关 现在公安机关肯定 因为这刑事案子和民事案子 两可之间 他就是因为保守起见 他宁可先不立案 因为动用了刑事政策手段 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严厉的 就有可能让他坐牢的 所以说他暂时可以先 不作为刑事案子立案 但如果说 解采机关提起法律监督 他认为你这个就必须要立 这个时候公安机关是没有办法 就必须要立案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 那这几个消费者的话 那比如说像您提到的那个检查院 那他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聚集 就是联系更多的受害者 然后呢 大家一起 就是通过自己就可以 还是说要通过律师去检查院那边 那自己也可以的 他委托律师也可以 最好让他们自己联合的人再多一点 一起先去到公安机关 统一到一个地方 一个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报了案 公安机关说不受理 那么你再到这个公安机关 所在地的检查院 你再去他们反映情况 要求他们实施那个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 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安机关的话 其实就是事发所在地 杭州这边的应该就可以了 对 你受害人的那个案发所 他比如说他骗这个受害人 在这里租的车 在这里租的房子 在这里谈的恋爱 那么这里实际上相当于 那个犯罪行为发生地嘛 就这个所在地的法 这个公安机关就可以受理 而且他一个案子受理了 另外其他相关的受害人 都可以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合并受理 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女性的话 她们去派出所去检查院 最后再往后一步的话 是不是还是可以通过法院这个层面 去起诉 但其实跟之前起诉过的人的结果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比如说判定他不去 那判他输 然后但还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你既然走刑事这条路 你就刑事这条路走到底 你不能走了一半 想想又去法院起诉了 如果你一旦法院去起诉了 等于是你放弃了 刑事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途径了 而且也看得出来 即使你到法院去起诉 判下来拿到判决书 你肯定也执行不到 因为你也看到前面有十几个判决书 等着他执行了 根本就轮不到你 而且像这个人啊 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有的 他名下不可能再有资产了 我觉得尤其在我们这些城市里面啊 可能大龄女性青年会比较多 那心里比较迫切 想希望成家这个愿望也很强烈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在跟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尤其想这种 那一看就是好像又帅又富 又有钱 脾气又好 那么条件特别好的 你要想一想 怎么会轮得到你 是不是你被作为目标了 才会盯上你的 这个时候一说我想要冷静一点 不要以为自己还在今天那个桃花运来了 天下就掉下这么一个帅小伙给我了 是吧